雪邦14日驯一名男子今日凌晨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开枪试图射杀妻子,不料却误伤一名私人保镖,导致后者重伤,宋苑抢救。 案发后,这名持枪男子迅速逃离,警方已掌握他的身份,刻在积极追击他的下落。 雪州总警长拿督胡仙寿行时证实此案,并指此案于今日凌晨1时15分,在吉隆坡第一国际机场处发生。 他说,嫌犯当时是朝妻子开射二枪,其中一枪却误中伤者。 他说,案发后,嫌犯逃离现场,不排除他正往北部方向前逃。 他说,警方已援引刑事法典307条文和军火法律调查此案,据悉,有关妻子只是虚惊,并没有受伤。 他说,历史上前逃离,您能够遭受一次 逃离,再乱启做当然,给大家看见的! 我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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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